不久前,胡人明星内线球员安东尼·戴维斯非常直白地告知管理层,自己想和另一位内线球员搭档上场,也就是说,龙梅哥迫切地想回归四号位。 佩林卡做了怎样的回应呢? 底心签下了前猛龙球员科洛科,虽然这名中锋是戴维斯来到天使之城后搭档过身高最高的队友,但这位五号位球员毕竟只是一个场均只有三分的底心球员。 胡人管理层似乎没有真正落实自家球星的指示。 美媒Fadeaway World表示,他们有一个好的方案,胡人可以拉上蓝网,公牛做一笔三方交易,大家各取所需,就让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交易方案。 具体方案是,胡人送出拉塞尔和海斯,得到五切围棋,公牛送出拉文和五切围棋,得到本西蒙斯,蓝网送出本西蒙斯,得到拉文、拉塞尔和海斯。 站在胡人的立场上,在错过了瓦兰丘纳斯后,如果能得到五切围棋,那势必是极好的。 这位来自黑山的五号位,是两届全明星,上赛季场均可以贡献18分10.5篮板3.3助攻,伸手很是全面,能够低位被打,也能提供外线火力支援,职业生涯三分命中率34%,武器围棋搭档粘媒的话,不用担心场上进攻空间的问题。 农眉哥之所以不愿意在长时间出任中锋,就是不想有太多身体对抗,减少自己的受伤几率。 武器围棋作为肉盾型中锋,是那种可以帮戴维斯守护住游七区,让AD可以发挥自己机动性强的特点,四处游异,随时协防,这能最大化发挥戴维斯的能力。 他们的关系可以做到像字母哥和大洛佩兹那样相辅相成。 而送走拉塞尔,也能让教练组下定决心扶正里夫斯、詹姆斯、戴维斯、武器围棋、里夫斯和巴村磊,这套首发阵容的账面实力,毋庸置疑。 与此同时,公牛和篮网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失去德罗赞后,公牛想要重建的新人进阶支,没有哪个球员是非卖品,如果能够一口气送走拉文和武器围棋, 那重建的进度将大大加快。 有人会说,那值得到本西这个修赛期战神,志加哥人屠杀。 实际上,本西蒙斯身处合同年,如果他能保持健康的话,难保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爆发,退一步讲, 哪怕他依旧烂泥扶不上墙,公牛只需要捏着鼻子忍受一年,明年就能释放巨大的薪资空间。 对于蓝王来说,他们送走了布里奇斯,意味着已经在摆烂了,不是故意对拉文有所冒犯, 但从他职业生涯的带队成绩来看,这位扣蓝王确实是摆烂神器,能够帮助布鲁克林人反向俯冲,冲击状元签。 作为工墙手络的代表型人物,拉文的囚风还是蛮稀粉的,有助于主场卖票。 而重新赢回拉塞尔,可以期待身处合同年的水拉有所爆发,再考虑后续交易,能不能得到一些首轮或者次轮的补偿。 乍一看,Fadeaway World的提议还挺像那么回事,但这也只是一个大概框架,真要成型,势必会牵扯到选秀权,现金,交易特例等情况会更加复杂。 在你看来,胡人会不会认真考虑这个方案呢? 而这个三方交易,有没有能够成功的可能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NBA新赛季的球队训练营,媒体日都即将开启。 作为球迷们都非常关注的球队,洛杉矶胡人的训练馆内外,早就已经围满了记者。 尽管在过半周左右的时间,胡人就会开启媒体日活动,届时,他们的主教练,总经理,以及所有球员都会接受采访,拍摄定装照。 但媒体记者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有关于胡人新赛季的一些核心事项了。 而对于胡人管理层而言,虽然休赛期就要过去了,但他们的工作仍没有结束。 早些时候,胡人又完成了一笔签约,根据球队官方的报道,胡人已经签下了瓦尼莎布鲁克斯博士,后者新赛季将担任球队的首席运动训练师职位。 很多人对这些幕后的训练师、康复师之类的人员并不熟悉。 这名新加入胡人的首席运动训练师,他在过去五个赛季效力于雷霆。 瓦尼莎布鲁克斯博士过去五个赛季一直担任雷霆的物理治疗师和运动训练师。 在训练师这个职位上,布鲁克斯博士有着一定的经验,同时他也取得过成功。 不需要关注太多细节,雷霆能够快速崛起,他们的年轻核心稳定成长,离不开幕后的团队,布鲁克斯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显然,对于胡人这支有着大量年轻人的球队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一个成熟的教练团队去培养训练提升他们。 当然了,这也难免会让人吐槽,胡人除了主教练雷迪克之外,其他教练团队,医疗组的成员都是顶级的。 甚至有不少人认为,雷迪克如果在下赛季出段带队表现不佳的话,胡人可能会随时炒掉他, 然后让两名首席助教斯科特布鲁克斯·麦克米兰其中的一人顶替他的位置,做到无缝衔接。 不过,面对外界的一系列质疑,雷迪克倒是显得很镇定,他坚定相信自己,认为自己能够出现在胡人主帅的这个位置上,这是理所应当的。 在采访当中,雷迪克表示,他从分析师直接跳过很多阶段成为NBA主教练,这确实会引发相当多的质疑,很多人会认为你配不上。 然而,雷迪克自信认为他可以让外界闭嘴,除了为自己感到幸运的同时,他表示自己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努力学习篮球这门技艺。 不管是作为球员还是其他角色,他没有越界,他认为自己很了解篮球的一切,做主帅没有问题。 雷迪克有自信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作为球员在NBA征战了很多年,对大部分战术都了如指掌。 而且大部分球员向来都很自信,否则也打不了NBA。 但从纳什和基德的经历来看,外界对雷迪克的看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抛开这些,对于胡人来讲,新赛季的他们充满着各种挑战。 首先就是,近在眼前的新赛季常规赛揭幕战,胡人面临着一项不小的挑战,那就是在詹姆斯加盟胡人之后,他们还没有在常规赛揭幕战赢过球。 这一次,胡人揭幕战主场迎战森林郎,原本这被认为是森林郎更占据优势的对决,但是在森林郎将卡尔唐斯送去了尼克斯,并且只得到兰德尔和迪文勤佐之后,在真金白银的赔率方面,胡人反超了森林郎,紫金军团成了在揭幕战更被看好的球队。 而且看起来,胡人虽然阵容没有提升,这在整体方面使得他们被看衰,但是就揭幕战来讲,胡人的化学反应,球员之间的默契会更好。 而森林郎在失去唐斯之后,他们需要重新找到一些答案,会有磨合的时间,这确实给了胡人一些机会。 另外,站在整个赛季的角度,胡人想要取得成功,关键并不在詹姆斯和农眉。 过去这几个赛季,不少媒体记者似乎都想把胡人的失败归咎到两大核心身上,认为詹姆斯老了,季后赛影响力不如以往,农眉则是存在隐患。 但实际上,詹姆斯依旧有着最佳阵容的水准,季后赛在一定时间内他仍不可阻挡。 农眉就更不用说了,他身体保持得很好,季后赛也扛起了球队,但明显两大巨星身边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巴黎奥运会就可以看出詹姆的影响力了。 26日,胡人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帅雷迪克和总经理佩林卡接受采访。 胡人官方也向媒体发放了21人训练营名单,伍德和范德比尔特虽然名列其中,但两人仍需养伤。 洛梅解析了新赛季的潜在笼幻。 佩林卡在采访中表示,文森特、巴村磊、西菲诺都获得了参加训练营的医疗许可。 范德比尔特在休赛期两只脚都接受了手术,他对范德比尔特出站常规赛节目站感到乐观,伍德将在大约6至8周后接受复查。 此前,雷迪克已经在节目上透露了胡人新赛季的首发阵容,詹姆斯、农梅、拉塞尔、巴村磊和里夫斯,那么新赛季的轮换会是什么样的? 洛梅也给出了解析,空卫、拉塞尔、文森特、胡德西菲诺、分卫、里夫斯、克里斯蒂、雷迪什、布朗尼、小钱、巴村磊、克内克特、刘易斯、大钱、詹姆斯、范德比尔特、科洛科、中锋、农梅、海耶斯、武德、胡人修赛期阵容变化不大。 当被问及是否会追求交易以打造征冠球队时,佩林卡表示,我们相信这个团队。 不过,他也补充表示,评估本赛季球队状况大约需要30场比赛。 大家认为胡人下赛季会走到哪一步呢?欢迎留言评论。